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云人作为最后的幸存者被打包带走了 玉田冲通脱逃 住进了医院 见到了自己至爱的妻子 但是病房里收到了搜尸膜送来的花 那么玉田就闹心了 他知道自己并没有逃离搜尸膜的魔掌 并且自己的媳妇也会有生命危险 这个时候就别提警察了 搜尸膜弄死那么多人 警察连他毛都没磨着 他完全信不着警察 到了晚上 刘云人的父亲就派手下找来了 他爹是个富豪啊 而且对警察的看法呢 跟玉田不谋而合 如果警察有用的话 搜尸膜也不用像现在这么猖狂 他只好用自己的力量来找女儿了 你还别说这玉田的职业是盗窃犯 所以呢 他还真有两下子 他在箱子里的时候就开始查数 每过一百秒就划自己一下 左转和右转都记下来了 他们通过这个方法摸到了搜尸膜的老巢 一个废弃已久的兵本 本来约好的是指带路不进去 但是雇佣兵让他帮忙把门打开 把他成功骗了进去 然后拿下威胁他 让他打头阵 搜尸膜经过多年的精英 已经把这个地方完全改造成了 充满陷阱的魔窟 这帮人进入渠中 凶多吉少啊 留言这边通过自己的小技巧 解开了箱子上的锁 因为雇佣兵进入魔窟触动了紧报 搜尸膜就没打理他 把他放这边了 去料理雇佣兵了 但是魔窟处处充满陷阱 跟迷宫一样 他悬眸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出路啊 雇佣兵这边看门的壮憾 被搜尸膜干掉了 搜尸膜还放出了自己制作的搜尸犬 就是他抓住的那些人类 经过惨无人道的折磨 再加上各种精神药物的控制 让他们彻底失去理智 变成丧失一般的存在 见到人就攻击 面对这种情况呢 雇佣兵老大刘能也害怕了 他一直以为自己玩的是CS 没想到变成CSORS 打僵尸模式的 啥都别说撤退吧 但是搜尸犬大屁他鼻鼻涌了过来 他们只好边打边退 进入一个房间之后 想要电话求助 但是不出意外 得没有信号 不一会儿就来了一个自暴男 引爆了自己 触动了房间里的机关 又一个雇佣兵领盛饭起来 经过一番冒险 又死了几个人 他们终于在一个房间里 找到了刘营人 这个房间里有一个通风口 能够看到外面 正有两个流浪汉烤火 要说极致还得是玉田 他拿过枪 对着外面的流浪汉来了一枪 然后等警察和医护人员 来救援流浪汉的时候 又给了警车一枪 这个时候警察们 终于反应过来了 直到是魔窟这边开的枪 但是收视魔通过监控 这张头看到了他们的举动 拿着枪领着两条狗杀了过来 时光一时永不归 往事只能归为 一同眼时处忙清美 两小菜日夜相随 一顿牛逼哄哄的射击之后 一个人都没干死 他带着两头狗被反杀了 但是雇佣兵刘能中了陷阱 不敢动了 刘盈人就被收视魔给抓了回去 刘盈人舍身取义 让玉田和另一个人 赶紧去救刘盈人 他们去救的时候 又中了收视魔的陷阱 被关到了笼子里 点燃了引信 要活活烧死他们 收视魔看到大局已定 就没管他们 他知道警察肯定会来找 就出去放火烧房间 万万没想到 这玉田对自己也是狠的一笔 让刘盈人把自己胳膊踹淡 然后打开了笼子里门 他们往处跑的时候 又遭遇了收视魔 这玉田开始勇猛起来了 胳膊刚被踹断也没事了 原地复活状态全满 和收视魔展开了平A 靠着武力值 站上了收视魔 在收视魔快死的时候 给出了引燃 最后警察将刘盈人和玉田 救了出来 雇佣兵们全军覆没 我刚开始以为玉田 就是个辅助呢 雇佣兵们才是主力 没想到啊 最后还得靠一个辅助翻盘 但是引燃 并没有杀死收视魔 在未来的某一天 玉田找到了收视魔的真身 并将他装进了笼子里 本篇完 大家好 一首精神变成艺术家 献给大家 外国变态跟吓人 少男少女丢了魂 兴趣爱好挺独特 制成标本独乐乐 前期超萌等级高 玩弄警察遍地了 杀人就像玩艺术 夜店独杀死无数 后期明显放了水 男主变强一顿怼 装进箱子留伏笔 估计还有下意气 总体来说挺刺激 气氛紧张又心悸 杀人不过头点地 得饶人处且饶人 喜欢的朋友点点关注 多多留言 想看这部电影的朋友 微信订阅号里 搜索牛叔说电影 回复本篇的篇名就可以了 好了今天就算个礼 谢谢大家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